台中市长林嘉龙上任的重要政策之一 就是要打造社会住宅 为了让未来的社会住宅更贴近使用者的居住需求 台中市政府是举办了居有所谓社会住宅展论坛 邀请来自学业界近200位的代表 共同来探讨社会住宅具体需求 以及空间规划的整体概念 市长林嘉龙也亲自到场来颁奖 给参与清水区社会住宅设计净图的30位得奖人 来自学业界近200位代表齐聚一堂 要共同探讨社会住宅具体需求及空间规划整体概念 台中市长林嘉龙上任的重要政策之一 就是要打造社会住宅 而为了更贴近使用者的居住需求 台中市政府特别举办居有所谓社会住宅展论坛 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一方面 有些人没办法住到适当的住宅 可是空屋很多 所以怎么去化这些空屋 就有很多的政策 我想这一个包租贷款是其中一个 但是这个挑战很大 因为很多租税的政策法令 都是要中央到地方由上而下来定之后 你才可能有那个市场的工序 活动结合了社会住宅净土 成果展览与住宅论坛三大主轴 以入住者角度出发 发想适合居住的空间模式 还广邀全国各建筑设计背景的学生 报名参加清水区社会住宅设计净土 而市长林嘉龙也亲自到场颁奖 整个概念的感觉就有点像 有点像很多货柜聚集在这里面 那我把基地都开放出来 就是一楼一楼全面就是对外开放使用 所以就会变成那个概念就很像是 一个港口让很多人都进来到这里 那混居的形式让这边的基地是完全公共的 市长表示希望逐渐翻转国人对住宅的观念 避免将住宅变成只是投资的标的物 也鼓励市民一起与市府共同创造台中的社会住宅梦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